一起我們可以結束環境 一起我們可以奧州 成為一個更新的能量 澳洲政壇變天21號國會大選 勞工黨擊敗執政9年的保守黨政府 新任總理埃班尼斯 以積極的氣候應對政策 讓澳洲工黨成為本屆改選的 超級席票機 謝謝 他們可以選擇去結束環境 在今天年輕人的興趣 環境改變在這裡 現在是在這裡 我從瑪麗堡 當然 大受年輕人歡迎因為探勘數據 保守黨政府2030年的減排目標 指定在28% 盛選的勞工黨則提高到43% 種種證件措施都讓澳洲選民很有感 這就是環境改變 而且只會變得更糟 直到年輕人開始動作 事實上2019年開始肆虐澳洲的無情野火 加上2021年的嚴重洪災 都讓民眾親身體會到大自然的反撲威力 而以人均碳排量來看 澳洲正是全球冠軍 領先加拿大 美國 日本和英國 也導致澳洲人口只佔全球的0.3% 碳排量在全球佔比卻高達於1% 原因就出在澳洲長期依賴煤礦運藏發電 還是僅次於印尼的第二大煤礦出口國 我非常憤怒 我仍然憤怒 但我們仍然繼續在談 我仍然不能再回到政府 再回到政府 而不再做任何事 因為澳洲人對這個環境的問題很重要 歷經多場野火 居民好不容易才重建家園 歸咎於保守黨政府做得太少 選民期待 新任總理埃班尼斯領政後 能讓澳洲的綠能轉型政策 激起直追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 勞工黨的能源轉型方案 第一步還不會大幅採檢煤礦開採 而將先推動電動車的平價普及 提高再生能源的儲能技術 以及調降企業需購入碳權的排碳門 帶領澳洲逐步朝綠能大國的轉型之路邁進 帶來新聞 文為真編譯